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3月29号星期四的大台中新闻 台中港北方波堤 因为渔群种类众多 一直来都是当地钓客喜爱的钓鱼地点 但过去考量到安全关系 只有开放1385公尺的区域提供垂钓 但随着钓鱼人口越来越增加 北方波堤也逐渐不服使用 为此在明代多方争取下 台中港务分公司也决定编列经费 在后段新增150公尺的钓鱼平台 而开放首日也吸引不少钓客前来垂钓 提防边钓客们正在享受垂钓的乐趣 台中港北方波堤过去基于安全考量 只开放1385公尺提供垂钓 但随着钓鱼人口增加 北堤逐渐不服使用 如今在立法院副院长蔡启昌的争取之下 北堤后段也特别新增了150公尺的钓鱼平台 而开放首日吸引不少钓客迫不及待的前来垂钓 很兴奋 很开心 因为已经等很久了 后面这一节我觉得安全性还蛮好的 因为它那个高度的设计 就比较适合我们做这种钓鱼运动 假日这边人其实如果这边没开放的话 人太多密度很高 那变成就是几乎没什么可以钓 我们会想说我是不是有一个平台 就像今天这后面有一个大概一两公尺的平台 让大家站在那里钓鱼 那这样子来讲安全性也足够 整个通舟性也足够 其实这个部分也是跟这个相关钓鱼的朋友一起讨论 怎么做最好 为了让钓客可以安心垂钓 钓鱼平台上都特别设置了安全围离和护网 避免民众意外落海 蔡奇昌也强调台湾四面环海 但许多港口都作为上港来使用 因此未来也将要求交通部 在不影响港口安全的状况之下 全面清查适合港边海钓的地点 进而打造成清海修器的钓鱼空间 所以今天我们算是这五六年来又往前 把海钓的环境跟空间又往前跨进了一步 但我们还是长期希望 政府要把它当成一个产业来经营 要把它当成一个很重要的开发的计划跟政策来推动 所以这让人民亲近海洋 这都是作为一个海洋国家 非常重要的方向跟目标 虽然目前已经开放150公尺的钓鱼平台 供钓客来使用 但钓鱼协会希望 后续能够争取北方波堤全面开放 对此蔡奇昌也表示 将会持续和港务公司协调 期盼能够赶在今年底前 争取北堤全线开放水钓 建成不捍台中采访报道